你刚开始使用CAMMA 却不知道CAMMA的编辑器应该怎么操作 不用担心 这期影片就带你熟悉最新的CAMMA编辑器 即使你是从零开始 也是能够一步一步的去做出专业设计 Hello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只要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浏览变线 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我每次分享三部影片 只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下来呢我们进入到CAMMA里面了 那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文档 这边我建议大家可以跟我创建同样的文档 跟着我影片里面的操作一步一步做 这样呢你会更容易熟悉 那我选择社区媒体 然后呢我选择Instagram 接着我选择Instagram现实动态 那下来呢我进入到了CAMMA的编辑器里面了 那你可以看到左边这边呢会显示出一个菜单栏 那你可以点击这个空白位置 这样呢就会让刚才展示出的菜单栏消失了 那CAMMA的编辑器呢它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上面有个菜单栏 中间有页面管理还有编辑的区域 左边呢也有一系列的功能菜单 然后底下呢也是一个菜单栏 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每个部分都距离看一下 先看一下上面的菜单栏 这边呢有个开启选单 这个呢就会进入到CAMMA首页上面那些菜单栏 比如说建立首页专案范本品牌应用程式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选项再次的去关闭选单 接下来呢就是档案 在档案选项里面呢 你是可以首先去给你现在编辑的这个档案去更改它名字的 这里下呢也会告诉你档案的应用者 然后呢它的一个尺寸大小 底下呢你可以建立新设计 就上转档案 这边呢有设定选项 这边我要具体讲一下显示尺规还有辅助线 当你选择之后呢 它就会显示这个尺规和辅助线 那你怎么使用呢 你可以把你的滑鼠去放到这边 移动到这个画面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就会有这个辅助线 然后上面也是一样 可以移动到画面里面 这样呢你就能够有个参考 你的元素应该放在哪里 如果说你不要这辅助线了 就把它移到旁边 这样呢就消失 移到上面也会消失 在档案选项里面 你还可以选择建立现在档案的范本 或者说下载这个范本 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是调整尺寸 那这是一个Carnapro的功能 那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解锁Carnapro的30天免费适用 就可以使用Carnapro里面的各种功能啦 这边呢它是能够去让你制定不同的尺寸的 你可以看到会有不同尺寸 你可以设定 你也可以自己去加入你想要的尺寸 那还有包含魔法切换的开关 比如说翻译你现在的文档 或者说把你现在的设计 去转换成文字的形式都是有的 然后呢就是编辑 如果说你想把你现在的文档 去变成评论的形式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选项 或者说切换成检设的形式 其他人不能够编辑 你就可以切换成这个选项 还有这个还原 就是能够回到你的设计的上一步 还有一个呢就重做 就是呢你可以去到你设计的下一步 那当你连接网络的时候呢 你所有的设计都是会自动保存的 这边就展示出 已经储存过所有的变更了 那右边会展示 我这个文档它的名字 然后呢可以显示 谁能够去看到这个文档 然后这边呢有个分析资料 那它呢是Carnapro的功能 能够让你看到 这个文档它的召唤次数 如果说你有加入投票测验的话 也能够让你去看到回应 这个呢就是评论选项 在这边你可以查看到 所有人对于这个设计它的评论 右上角有个分享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复制 这个文档的链接 那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下载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 答案的类型 然后选择答案的品质 然后呢就可以选择下载了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 刚才我已经开启了 这个辅助线还有持规的功能 如果说想去关闭的话呢 再选择答案 这边选择设定 然后呢再点击一下 就可以看到刚才持规和辅助线的功能呢 就消失了 我们再看一下下边的这菜单栏 这个呢就是备注 这个特别适合于 当你有做简报展示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边去进行一下备注 对于每一页的设计呢 你都是能够做出备注的 比如说这边我选了新增页面 那我创建了第二页 在第二页里面呢 我也可以加入备注 你可以看到 当我选了第一页设计的时候呢 我的备注是这个 选择第二页设计的时候呢 我的备注是这个 如果说你要关闭备注的话 你可以再选择一次 那它就关闭了 那右边呢 有个倒数计时器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倒计时的功能 特别适合于 在你有简报展示的时候 你想有中途休息 或者说你一个小测验 那么你就能够去设定一个倒计时 那在倒计时的时候呢 你也是可以选择去添加音乐的 然后呢可以选择音量 这边呢可以拔进最小画 这边可以设定 你倒计时它的时间 如果想要关闭的话 再选择一次 然后右边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滑感的标志 那这个呢 就是能够让你去变大 这个页面大小 当我往右移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这些页面呢就变大了 往左移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这些页面呢就变小了 这边有缩放百分比 你是可以参考的 这边呢会有显示的形式 现在我选择形式呢 是显示页面的缩图 当我再点击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展示形式 它呢就是隐藏页面的缩图的 那你可以自由切换这个 来方便你的设计 这边还有个前往页面 当你有很多页面数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功能 去快速切换 还有这个功能就是网格检视 这个呢就会透过网格的形式呢 去让你看一下 你所有的设计 在同一个页面里面 这样我用呢 就是以全萤幕显示 它呢就是这样展示的 你要退出的话 还是选择标志 如果说你对于看法有疑问 你可以选择标志 在这边呢去进行提问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间的这个页面管理 还有编辑页面 如果说你要创建新的页面呢 在这边选择加号就可以了 那这边呢 我就创建一个第三个页面 在这上面呢 我就可以去进行各种操作了 那现在最新的看法里面 它是能够让你在一个文档里面 去做出不同的设计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新增页面类型 这边呢会有不同的种类 比如说我要再创建一个社群媒体 这边呢我搜索YouTube 我要做一个YouTube缩图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呢就变成了YouTube缩图的尺寸了 那我可以再改变一下 比如说要加入一个白板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就加入一个白板设计了 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那对于每页设计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三个点标志 在这边你是能够更改 每个页面它的命名的 然后底下你可以复制 贴上新增页面 调整页面尺寸 复制页面删除一页 你可以复制页面的样式 你可以将链接去复制到这页面里面 你可以在这边去新增转场 隐藏这一页 或者呢加上备注 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这种文档格式呢 它是IG的现实动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下方呢 它是有展示时长的 这个特别适合于你编辑影片 你可以看到 每一张它的画面是怎么样的 如果说你想去删除页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它 按住键盘上面Delete 就能够删除 或者说你按住这个 垃圾桶的标志 选择删除一页 那也是能够删除刚才那一页的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左边的这些工具栏 那首先呢就设计 你可以看到 当我把滑鼠去放到 这个标志上面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展开的菜单栏就出现了 那当我把滑鼠一开的时候呢 它就消失了 那如果说 你想让这个展开的菜单栏 去固定下来 你就再点击一下 那这个展开的菜单栏呢 它就固定下来了 那你应该选择标志 去进一折点 也是能够去让它消失的 那这边呢 它会展示出 关于IG现实动态的范本 你可以选这个范本 那比如说呢 我选这个范本 那它呢就加入到 我的画面里面了 那底下呢会展示出 这个IG的现实动态范本 它所使用的颜色 以及呢 更多类似的范本 那有些右下角 有皇冠标志的 就代表 它是属于Carpot的版本 才能够使用的 还是一样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Carpot 30天的范本需要 那在这上面呢 你是可以去输入关键词 去搜索特定的范本的 以及呢 你可以切换成样式 在这边呢 会有很多颜色的组合 还有颜色字形的组合 你可以使用这些呢 去快速应用到 这个范本里面 那比如说 我使用这个颜色组合 去应用到这个范本里面 那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非常快速的 我刚才选择的颜色呢 就运用到了这范本里面了 接下来一个功能呢 就是元素 在这边你可以快速的 去搜索元素 比如说我搜索素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已经找到了 关于素的图像 以及呢 素的照片 可以选择查看全部 这边呢 就可以查看到 更多关于素的图像了 如果想要使用的话呢 就点击它 你就可以看到 就运用到我的设计里面了 可以把它缩小 移动到我想的位置 那当你打开元素功能的时候呢 你也是能够去查看到音讯的 音讯呢 就是Cama里面 它的音乐 可以选择查看全部 那当你打开音讯选项的时候呢 也是能够看到 Cama的配音功能 包括录制配音 产生AI语音 以及底下呢 它的音乐库 在底下还有视讯 就是它的一些影片的素材 那会有不同的分类 你可以找到 还有呢 就是AI的影像产生器 这个功能呢 就是能够让你去输入文字 Cama的AI呢 就能够去帮助你去生成 相对应的影像 以及能够图像 还有呢 影片 接下来呢 你可以找到照片 图像 贴图 形状 图表 你可以加入投票 还有测试的功能 你可以加入试算表 可以加入表格 就加入边框 那什么是边框呢 比如说我选了这个边框 边框的意思呢 就是你能够去加入图片 那图片呢 就会嵌入到这边框里面 比如说在这边 我有一张图片 我可以拖动到这边框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我图片就等于嵌入到了 这边框里面了 当我双击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我整张图片 它是这样的形状的 我可以左右挪动 就选择合适的切换位置 或者说你可以选择网格 这样就等于 我上下两个网格里面 我都能够嵌入图片 这样呢 你就能够对于画面 有个不同的风格 那接下来是样张 这个呢 就能够帮助你的设计 去嵌入到这些样张里面 那这边呢 我就加入了一个 笔记本电脑它的样张 那这块区域呢 是我能够嵌入任何的图片的 让整体照片的展示呢 更加真实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那我把一张照片呢 就嵌入到 这个笔记本电脑 它的萤幕上面了 这样展示呢 是更加真实的 在文底下呢 就集合 它已经分类组合了 不同的图像了 这边呢 你就可以找到 不同类别的图像组合 在文底下呢 就是文字 这边呢 你可以选择新增文字方块 然后呢 你就可以添加你的文字信息了 在我们添加文字之后呢 这上面就有功能菜单 我可以调整它的字形 然后呢 调整字形尺寸 以及更改这个字体的颜色 有些字体呢 是能够让它去变成粗体 斜体 然后呢 也可以给它一个笑话线 或者是给它一个删除线 如果是英文字母的话呢 可以让它全部大写 还有它对齐形式 你可以把文字变成清单形式 可以调节字母之间的间距 或者是有多少文字的话 可以调节它的行距 甚至呢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垂直的文字 也可以呢 去调节文字的透明度 然后呢 给一些文字的效果 比如说呢 去加上文字的阴影 给它加入一个背景 这些呢 都是能够在这边去进行操作的 也可以呢 去给文字加入一个动画 比如说 有这样的动画 可以加入 那你也可以选择 底下的字形搭配 这边呢 CAMMA已经帮你搭配好了 不同的字形组合了 你可以直接使用 比如说这个字形组合 可以快速切换你想要的文字 这样去做出文字效果也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品牌 那这个呢 是Carpot的功能 这功能就能够让你去整理出 你在平时做你品牌设计的时候 所用到的所有元素 比如说标志 你品牌用到的颜色 你品牌用到字形 用到照片 图像 图示 图表 这些呢 都是能够去集中在 这个品牌功能里面的 接下来一个功能呢 就是散传 你可以散传任何的文档 影片 到CAMMA里面 你可以选择这个 上传档案 在底下有不同的分类 影像 影片 音讯 还有呢 资料夹 接下来一个功能呢 就是工具 在这边呢 你可以进行快速的绘图 你可以选择绘图选项 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画笔 比如说选这样的画笔 在这边调整颜色 比如说呢 我想要一个黄色 然后就可以在我们画面上面进绘画了 你可以看到呢 就有一个手绘的感觉 如果想擦掉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橡皮擦 对它进行擦图 你可以看到就插出了刚才我的绘画了 然后你也可以加入形状 在这边呢 加入个圆形 对于CAMMA里面的形状呢 你是可以快速的在这边去输入文字的 你可以看到 在CAMMA这形状里面 我就加入文字了 你可以选择加入线条 那这边呢 就加入一个直线了 还有呢 加入便利贴 可以选择不同颜色的便利贴 你可以看到 就在这边 也可以选择加入文字 在这边呢 加入文字了 然后呢 可以选择加入表格 在这边呢 我就加入一个表格了 接下来一个功能呢 就是专业选项 你可以把你在CAMMA里面做的设计呢 去创建一个资料夹 然后呢 对它进行分类 那你就可以在专业选项里面 去快速查看到 不同的资料夹了 所以它快速找到设计 然后在底下呢 会有应用程式 那CAMMA呢 有帮你去做出一些分类 比如说 AI语音的应用程式 图表应用程式 照片应用程式 还有CAMMA的大量建立等等 然后也会推荐给你一些应用程式 在这边 那CAMMA里面有非常多的应用程式 那我频道里面呢 也有介绍很多 大家呢 都是能在我频道里面 去找到很多 CAMMA应用程式的学习的 如果说你有特定应用程式呢 在这边呢 就可以输入关键词去找到 你可以切换成你的应用程式 这边就会展示 你之前用过的所有应用程式 那在底下还有照片功能 你就可以在这边呢 去快速找到一些照片 还有呢 音讯功能 你可以在这边呢 去快速找到一些音讯 也可以使用它的AI配音 去录制配音 都是可以的 也有呢 影片功能 这边呢 就可以快速找到一些 影片的素材 如果说你想单独找到一些 背景素材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背景 这边呢 你就可以选择 不同的背景图片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完账户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使用 并且能够解锁 CAMMA的30天美名适用 如果想了解 各种关于看完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部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 这期影片里面有帮助 上次部影片 点赞 一定要记住对我们频道 追踪我们IG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